探讨人行走路线,关于人类在城市里的各种运行轨迹 思索城市之于人们,其建设和设施在维系生命延续,及生活的正常运作 而现代城市的进展,却更着重维护既定规范和正常轨道的循序渐进 为需要更快速且更便利舒适的移动至各地 以血管的循环脉动为模式发展道路 或以美化之名排除一直空间所谓城市之废的公园 这展览本身在探讨人跟城市跟路线这样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计划一开始是从去年2014年7月 我所属的稻草人舞团跟法国的李香德德巴舞团 一起共同在台南市做了一个十天的行走计划 那有五位舞者在台南做十天 然后每天就是八个小时 然后在台南的各个街道这样的行走演出 那在这样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呢 去思考就是何谓城市 那城市对人的影响是如何的 然后人如何在城市里面这样的一个诸多的规范之下 所产生的各种的一个行为 以及就是它所对应到的内心或是外在的一个感应 那当中呢我其实有邀请两位另外两位台湾的一个艺术家来参与这个计划 以人类身体构造作为想象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使人们逐渐改变行为模式 到个人主义式的现代化城市样貌 这个过程中的冷漠与差异 中心与边陲的状态逐渐被扩大 进而形成个人群体与城市空间 社会语境之间 矛盾关系的意志化变迁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